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林元宏的一生啊 你说幸运吧 你非常幸运 你要说不幸嘛 也非常不幸 他在新海革命起义时啊 是糊里糊涂的当了民国的元勋啊 开国的翁臣 但是呢 他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啊 莫名其妙的坐上了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啊 在做民国总统时啊 感觉到啊 坐得很不舒服 总统啊 皇帝啊 相比啊 总是差那么点味道 于是啊 袁世凯在一念之差啊 演变成了红线成帝的悲剧 林元宏啊 在总统那期内啊 没有过过是一天的舒服日子 因为林元宏啊 段祺瑞之间啊 他们是事成水火啊 导致啊 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啊 是无法调和 林元宏和段祺瑞两个人啊 是既有心仇啊 又有旧恨 所谓的旧恨啊 是当年林元宏啊 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啊 兼领了湖北都督府时啊 段祺瑞啊 当时就奉袁世凯的命令 以绑票的方式啊 要挟了林元宏啊 来到武汉 压他上了火车 结束了啊 林元宏在湖北的局面 从此啊 林元宏在北京 是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啊 所谓的先仇啊 是段祺瑞虽然拥护哈 林元宏既任总统 可是啊 在林元宏死后啊 段祺瑞啊 去见林元宏时啊 他竟然是一言不发 面孔啊 冷酷 犹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啊 此时啊 又加上张正芳的火上浇油 张正芳啊 是袁世凯林宏时啊 四个临危受命的顾名大臣之一啊 可是啊 段祺瑞却是最瞧不起这个张正芳 为什么呢 因为张正芳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和袁世凯 张正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啊 红县帝制时啊 张啊 是大典筹备出的办事 他当时贪污舞弊是横征暴敛 所以啊 段祺瑞背地里是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 张正芳啊 虽然也是恨段祺瑞入骨啊 所以啊 林元宏既任总统后啊 张正芳啊 在林元宏军事智囊哈汉章的面前啊 是故意的删封电话 他说 我们在向城 向城也就是袁世凯 我们在向城大灵鹫前啊 讨论总统问题时啊 老段是反对林元宏计论的 是东海 也就是徐世昌 是东海激励促成的 这句话让林元宏听的啊 心里是无谓杂陈的 所以啊 林元宏对段祺瑞啊 是恨之入骨 反而对徐世昌啊 是颇有好感 至于段祺瑞呢啊 亚根就瞧不起这个林元宏啊 因为啊 在清朝时啊 段祺瑞曾经做过统治啊 也就是相当于师长 军统 也就是相当于军长的地位和提督 而且熟理过湖广总督啊 可是啊 林元宏呢 那时才不过一个协同啊 也就是相当于旅长地位 到了袁世凯时代啊 段祺瑞则是北洋的首屈一指的大臣啊 而林元宏呢 虽然是个副总统 可在段祺瑞眼中啊 这不过是因缘机会啊 窃取革命的果实 到北京啊 只是个政治俘虏罢了 袁世凯死后啊 林元宏的总统啊 是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 所以啊 如果段祺瑞不支持林元宏啊 林元宏根本就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他在袁世凯死的当天晚上 就告诉了林元宏派来打听消息的张国干说啊 我姓段的支持林元宏就是一句话的事 不会让林元宏落空的 因为段祺瑞啊 有些想法和观点完全是不把林元宏放在眼中的 林元宏呢 则看段祺瑞啊 是一个如毛在背 如梗在猴啊 所以啊 两人之间互相谁也看不惯谁 他们之间的矛盾啊 也就没法调和了 此后啊 林元宏接任总统后啊 对当时的各项问题啊 做到了 由不问到我要问 由要问啊 变到了多问 他认为啊 小事可以不问 但是大事呢 我必须亲自过问啊 这对段祺瑞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段祺瑞啊 此时本来是已经受国会的吃主较多 是段祺瑞啊 不能独断专行 此时啊 又加上个林元宏总统啊 又在这帮道忙 他有时候啊 就向他的亲信抱怨说 我是请他来签字盖章的 不是请他来压在我头上当大爷的 有一天啊 徐书中拿了三个男士命令到总统府 请林元宏盖打印 林元宏啊 却突然问道 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 徐书中啊 就很不待发的说 总统啊 你不必多问 总理早已研究清楚了 请快点盖章吧 我的事情还忙得很累 林元宏听了这话啊 段祉是活冒三丈 他脸色贴轻的对首相人说 我本来不是要做这样的总统的 而他们啊 竟供让木屋总统 林元宏啊 任总统后啊 调张国干啊 为总统府秘书 以林昌明 贾寿昆 雷玉昭 欧阳宝珍等八人啊 为秘书 军事府幕僚有 哈汉章 金永延 蒋作宾等 此时啊 林元宏的军事幕僚对林元宏说 你必须要找莫兵权啊 责任内阁制啊 是指政治安影 军事方面啊 总统竟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啊 就不能不管军事啊 大元帅没有军权啊 总统有什么做的 这句话啊 林元宏听的是 还有那么点意思 所以啊 他此时把自己的总统地位 和袁世凯当时做总统的时候一比较 哎 觉得袁世凯当时是何等威风啊 而自己今日啊 是何等的可怜啊 自己啊 本来是不想大权懂乱的 可是啊 要支持这样的军人啊 专横跋扈 他应该啊 把军权握在自己的手上 看他段祺瑞还怎么能奈我何 林元宏这个企图啊 和段祺瑞是完全对立的 段祺瑞认为啊 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了 全国陆军统帅万事出啊 当时的成立办事处的目的是以集中军权 段祺瑞认为啊 我是内阁总理 掌管全国的政权 我又以陆军总长身份啊 掌管全国的军权 我之所以啊 能控制住北洋县 就是因为我有军权 如果让总统管军权 那岂不是手无寸铁 总统一指命令 就可以随便撤谎我吗 所以啊 凭这一点我段祺瑞必须要 誓死必争这个军权 当年啊 陈一带来一师部队 离开四川时啊 林元宏的军事幕僚啊 就擅自打了一个电报啊 劝陈一啊 自就地解散军队啊 陈一啊 居然 也不向内阁请示 就奉总统的命令而行了 段祺瑞知道啊 对 林元宏啊 是汗之入骨啊 他公开指责哈哈张等词人啊 是福中的四兄啊 段祺瑞认为林元宏啊 竟然过问到杜军的问题 以及啊 解散北洋军队 这样的行为是可忍 说不可忍 所以啊 段祺瑞一直要对付陈一啊 在民国初年 宋教人所倡导的责任内阁制啊 其实是到袁世凯死后啊 在段祺瑞阻隔的时候实现的 因此啊 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啊 恰恰和袁世凯时代是相反的 林元宏啊 虽能忍让 可是啊 这个忍让也是有限度的 段祺瑞的强项啊 就是在袁世凯的末期啊 他对袁世凯都敢使气了 啊 就是发脾气 何况他平时就瞧不起的林元宏 如今两人共事 他更不把林元宏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的军阀割剧局面啊 实际上是逐渐形成的 其实啊 平心而论 袁世凯啊 并不愿意军军阀割局啊 因为这容易造成伟大谱调啊 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啊 袁世凯的利益和他们一致时啊 他们是奉命令而行 不一致时啊 他们就可以不予理睬 因此割据的形势啊 是自然而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啊 他曾受益林元宏啊 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制和废都裁定的通电 袁世凯啊 希望借此啊 试他能否这个措施啊 在各省行得通 只要是各省啊 不简决反对 袁世凯的意思啊 就是先将都督和民政两个职务分开 然后啊 着手裁定 各省都督啊 一律裁设 各省军队啊 一律直属中央啊 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啊 转变成中央集权的局面 当然啊 这个计划啊 最终啊 是没有得到各省军阀的支持啊 但是呢啊 当时全国的明达之士 也就是知识分子啊 是都支持这个费都台兵的计划 这个计划啊 虽然说是胎死负重 然而林元宏啊 却因此得到了虚名 林元宏啊 自己当总统后啊 自然而然是更想贯彻这个主张 所以啊 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 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 可是啊 他并不敢以没有实权而自居啊 他认为当年他提的这个主张 全国是有共鸣的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便 在此时啊 就调重弹 或者可以行得通 所以啊 在财兵这一点上啊 段祺瑞完全是站在林元宏这一边的 所以啊 北京政府啊 在军务院裁撤后啊 立即发出了收束军队的号召 则称各省军事当局啊 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啊 撤回原防 并着手啊 边遣各地民军啊 以及啊 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边军队 北京要求所有军队啊 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啊 林元宏 段祺瑞 虽然对财兵的问题已经是一致的 可是啊 在目的上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 林元宏的意思是 全国普遍财兵 不论南北 不后彼此 而段祺瑞呢 则是要大量裁撤南方的军队啊 因为南方是革命党啊 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队啊 则不应裁减 相反还想继续扩充 林元宏的目的是 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啊 总统以海陆军大元帅的地位管理军事 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 军事既要集中于中央 总统的权力啊 就要提高 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 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啊 而段祺瑞的目的是 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 所谓的中央就是责任内阁 并不是总统 至于费都的问题啊 段祺瑞认为啊 当年袁世凯权势最盛时啊 曾把都督一律改成为将军 同时啊 计划费省改道啊 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啊 可是啊 费省改道计划啊 是完全行不通的 段祺瑞啊 所以借鉴于此啊 想出一个比费省更为巧妙的方法 那就是想啊 将全国行政区啊 改革 缩小省区 把全国划分为更多的省 北京内务部啊 根据段祺瑞的特别指示啊 制定了全国划分为 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啊 只有东三省啊 因为外交关系啊 暂时不予变更 缩小省区的计划啊 在北方各省啊 是一致反对 于是啊 这个计划也只好数值高格了 在护国导园期间啊 由于战事的关系啊 所以南北双方都是尽量的扩充自己的部队啊 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啊 数目谁也无法统计 因为啊 如果调查人数啊 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 自然尽量夸大 可是袁世凯死后啊 全国重归和平啊 所以当务之际啊 就是在于复员 减少军队员额啊 是复员的第一步 但这确实也极其困扬的问题啊 当时啊 段祺瑞就拟禁了一套裁兵计划 是规定全国陆军啊 分为40师 每11万人 另编20个独立旅 每旅5000人 合计50万人 此外啊 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的警备队 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 每营500人 合计10万人 在这个计划当中啊 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啊 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 而无固定的防区 可以调来调去 而警备队啊 则是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 其调动的范围啊 是不能出了省界 这与袁世凯当时的计划 其实并没有两样 袁世凯是把全国的军队啊 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 规定啊 中央军是正规军 中央军啊 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 同时在素质上也有与地方军 这时啊 北洋军大多数已经有了正式的番号啊 西南各省的军队啊 则被编入 暂编性质 其番号是啊 某某省暂编陆军 递多少事 暂编的行业就是等待整编 整编后可以编为正央军 也可以编为地方军 北洋军啊 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 自然可以随时调付各省住房 可是地方军就不能随意调动了 所以啊 根据这个原则 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 还想继续啊 北洋军留住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啊 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局面 在四川和湖南两种 尤其是在四川 段祺瑞啊 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 因为啊 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同意啊 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啊 仍然是采取一种冒合神力的态度啊 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从中央的命令 甚至啊 平素以B杆为武器的进步党 也想在西南地区啊 建立私有的武装力量 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给他的信徒当中啊 可以看出真的隐心啊 当时啊 梁启超说 武器自命为稳健派者 曾无尺寸根据之地 为张空权以待人呐喊 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 无时不为人所利用 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致 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厄的关系 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罢了 后来与陈臣香和陆荣庭的关系啊 而在梁广有点力量 梁启超是很想把四川贵州和英南 变成进步党根据地 建立武装基础 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势力 有根据地的党派 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啊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啊 就是在这些问题中啊 逐渐形成的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